大家好我是嘴 今天嘴替你试一试皮佑的电饭锅汉堡焖饭 到底好不好吃 中间掏空给汉堡留个底段 咱上薯条给它扒冷到两边 卖了鸡两块就够了 番茄酱一定要三包 冰可乐再焖个5-10分钟 哇哦 给它捣烂 它是怎么剁的那么烂的 我的天 它得剁了多久啊 就这样了 都不懂了 我这胳膊已经酸了 先来一口尝一下 别说还真挺好吃 哇震惊 其实我没有想过它会好吃 即是汉堡那种芝士奶香 再加上大米饭 土豆泥 看有一点东北饭包黏糊糊的感觉 我看它出了个升级吧 但是咱们没有芝士了 没有不加的好吃 怪不得皮味加的是番茄酱 我本来以为它饭里放了可乐会很奇怪 但是没有什么可乐的味道 这种味道 还没炒呢 这种味道 因为我们不太吃了 这种味道 还没炒呢 就是这种味道 刚才是我们就在最大 这里面的处理 说明里面的处理 说明里面的处理 有点处理 在这里面的处理 有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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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出乎意料 蕃茄酱我觉得可以多加个两三毛了 土豆一定要剁碎 剁碎的土豆跟饭在一起 就是这种黏糊糊的饭包口感 感谢皮油让我吃得到了汉堡包焖饭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下次一起吃饭吧 拜拜